日本的瀨户内海观光资源丰富 像是湘川县 就有五花八门的艺术景点 而这里又被称为是乌龙面之乡 美食让游客们趋之若鹜 碧海蓝天 尽收眼底 这里是南木岛 瀨户内海上的迷你小岛 作为瀨户内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之一 可别小看它 由八种文字组成的镂空屋顶的游客服务中心 透过阳光流泄出不同的变幻投影 走进由民宅变身的艺术空间 更令人心旷神疑 岛上的艺术气息浓厚 成为日本湘川县的亮点 但说到瀨户内海的精彩 绝对少不了美食 大块鸡肉烤得金黄 口感外焦里嫩 无论鸡腿或其他部位都没有去骨 所以日文又叫做骨腹鸟 好香哦 有那种七六的那种嫩汁在嘴巴里面散发出来的感觉 只用盐巴 胡椒和辣椒烤出来的天然美味 到底吃法就是用手抓才能尽享好卖快感 但说到湘川美食这里不只有古腹鸟 它还有乌龙面故乡之称 翻滚把面条起锅后淋上精髓高汤 饱满半熟蛋入镇 一碗简单丰饮的赞其乌龙面大功告成 除了热面还有冷面 五花八门的乌龙面种类这里都吃得到 还能见证师傅揉面采面的职人精神 来户内还美得不知景色 还有浓浓的人文气息 董人新闻综合报道